兄弟们美版的iPhone 15 Pro Max 小杨已经给你们拿到手了 看到没有没有卡槽的 今天就带你们聊一聊有关美版15的一些细节 首先现在的美版15 Pro Max 想要实现插卡打电话的话只有两种方案 第一种的话就从电池下手 第二种的话就是通过内置手机卡的形式 但是目前价格来说都是比较贵的 大概要6000起步 其次好消息是主板不用分层了 但是目前只能改单卡 手机卡和卡贴的话只能焊死在主板上 改卡费也得多加几张 毕竟人家初期的投入研发成本多 最重要的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机器贵是真的贵 但是依旧对比目前的国行价格来说还是蛮香的 不过这里面也掺杂了一些小杨的看法 第一个吃螃蟹的往往容易抓嘴 目前美版15PM还不太成熟 建议再观望观望 真的等不及要换手机的 小杨建议你还是考虑美版的14 Pro Max 目前全新卡贴的14 Pro Max 市场来货是5300 想要5450出 经过一年的接触沉淀 开孔已经非常成熟了 价格的话比国行直接便宜了一半多 所以说给你选择 你会接收这种内置手机卡的形式吗